哈喽大家好 我是Avi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薰酒馆 这期我们就要开启 波本威士忌入门之旅 波本我相信平时大部分酒鬼喝的比较少 一般都是喝什么苏格兰威士忌 日本威士忌 这期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波本威士忌是什么 以及我会推荐三款入门级的 超好喝的波本威士忌给大家 波本威士忌的制作过程可是相当有奖 那首先主要成分是玉米 要占到至少51% 玉米就是波本威士忌的灵魂 赋予了波本威士忌非常甜美的一个味道 纯波本威士忌是必须在烧焦的全新橡木桶里面 成年两年后才可以出来见人 波本威士忌会有焦糖啊 奶油啊 蜂蜜那样的味道 无论是直接饮用或者拿来调鸡尾酒 都非常合适 以前我对波本威士忌是很有偏见的 因为我就觉得波本威士忌 肯定是又甜又腻 但是有一次我朋友安利了我几款年份波本威士忌 我才发现这么多年来 我是错过了一个亿啊 有那么多波本在我面前 我都跟他说我不喝 所以呢我决定带着大家一起来探索 波本威士忌的每一期学习 最主要呢就是一起喝酒 好了话不多说 这期呢让我们从入门级开始 那我为大家选择了三款 从口感跟性价比方面 都非常适合拿来做入门的波本威士忌 价格呢在200到400人民币左右 适合对波本感兴趣又不想一开始花太多钱的酒鬼呢 我还打算接下来的几期节目里 我会跟大家推荐几款进阶的波本威士忌 再到高阶的波本威士忌 那你们看后面这些酒瓶 就是我之后要录的进阶波本威士忌 想看更多进阶波本威士忌的节目 记得要三连跟留言点赞咯 哎话说大家第一款入门波本威士忌是什么 抠在上方 我先来 美格 我还记得我喝的第一杯古典也是用美格调的 大概200多块钱就可以入手 非常适合入门 美格除了用玉米之外呢 它还混入了软红冬小麦跟大麦 所以呢它的味道会更加香甜 没有像其他波本那样那么的烈 味道呢你会闻到像柑橘椰子蜂蜜 入口呢一开始会有点辛辣 但是它散得很快 OK接下来是这个水牛足迹 Buffalo Chase 这款真的是被无数的酒给给推爆 性价比之王 大概是200多人民币也就可以入手了 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无敌了 他们家的产品线非常的丰富 从进阶到高级款都有 无论是威士忌爱好者或者是新手都会很喜欢它 又是这个声音 治愈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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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味道它有很多香草橡木跟生姜的味道 口感来说呢比美格顺滑很多 入口没有那么辣 而且特别的圆润 你想象自己下班回到家好累 喝上这么一口烦恼都走 OK最后这一款要推荐呢 是四玫瑰的小批量 那这个呢大概是300多 预算呢会比前面这两款稍微高一点点 四玫瑰呢是备受赞誉的一个品牌 还历史很悠久 他们家呢采用非常传统的工艺 有独特的自己的酿酒跟调配的方式 你看这个盖子是不是稍微比前面两个高级一点点 木质的 香气上呢这个四玫瑰更多是那种橙子跟柑橘的味道 还有一点点蜂蜜跟香草 稍微比前面两款我感觉香气是更加的复杂 更多层次一点 后味呢留在口腔的时间是更加的长 有一点生姜的辣 还有一点点的香甜香草 OK看完我今天的推荐你 最想去入哪一款入门级剥粉威士忌 call123或者在下方留言给我 想看进阶版剥粉威士忌的 别忘了点赞关注 那么下期喝酒再分享 拜拜